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当时呢 我还在读大一 在准备第一次期末考试 几百页的书啊 真的是根本就看不完 拿起书我就特别的崩溃 已经完全乱了手脚 而我的导师呢 也发现了我当时气急败坏的状态 他就把我带到他的辅导室 手把手带我做了一次正面练习 因为我的导师在这个领域是为权威 我就抱着非常大的期望 可是在练习的时候啊 我还是忍不住的焦虑 脑子里面就一直蹦出来各种各样的想法 比如 天哪 我怎么还复习不完 怎么办呢 都到这时候了 我还闭着眼睛呼吸干嘛呢 这书都没念完 接着又是 不行不行 我现在不能胡思乱想 导师他就带着我正面呢 等等 很多一系列的想法 就像走马灯一样全部窜了出来 而我的导师啊 就像看出了我的心思一样 沉浸地对我说 没关系 不管你脑海中出现了什么样子的句子 什么样子的感受 都没关系 你只需要看见他们 不需要做出任何的评价 看见他的存在 让他来 也让他走 然后 再将注意力 拉回到 你的呼吸当中 就够了 我当时就很惊讶啊 我才发现 啊 原来 这些想法的出现 是正常的呀 原来 我并不需要担心呀 我导师 他又继续说 你的思绪 出现的越多 也就给了你越多 收回注意力的机会 练习的效果 也就会越好 所以啊 完全不用担心 那一次的练习啊 打破了 我对正念的偏见 也让我体会到 原来不带评价的 去看见自己的情绪 是一件 我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 并且 是一件我自己 可以去练习的事情 也就是在 那一次的体验之后 我就一直在坚持着 练习正念 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 我就越来越发现 如果我已经将心理学 武装成了 保护自己的盔甲 那么正念技术 就可以成为 我手中的宝剑 让我在生活中 拥有更强的战斗力 那么 如果你还在正念的门口 徘徊的话 应该怎么去练习正念呢 其实啊 练习的前提就是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 正念这个事 特别的高大上 它就像 你要练出二头肌一样 只要你愿意 任何人都可以做得到 而其中的关键啊 就是三个动作 放大镜 去正确 和开放式 那首先 什么叫做放大镜 意思就是说啊 咱们刚开始正念的时候 要像在大脑里 放一个放大镜一样 去觉察我们当下 所有的念头 比如说 焦虑 疑惑 不安 沮丧 等等 要注意的是啊 在正念的练习里 我们不仅要觉察 自己的情绪 也要觉察出 自己身体的反应 为什么要说 体验 体会 体察呢 其实这些啊 都是让你用身体 去经验 去感受 去会议 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的身体 很多时候 会比大脑 更早一点 知道答案 而很多人 会把正念和冥想 两个概念 混为一谈 其实啊 它们两者 有很大的区别 冥想呢 它更像是 在大脑中 放了一个望远镜 它的作用 是让我们放空自我 去往一个 无我的精神状态 并且啊 它是带有一定的 宗教色彩的 但在心理学 范围当中的正念 它是没有任何 宗教色彩的 有人可能会说 不对啊 正念 不就是宗教领域 里面的禅修吗 但大家要知道 早在1979年的时候 正念 就已经被麻生理工大学的 卡巴金博士 去宗教化了 卡巴金博士 将正念 应用在了 现代医学 和认知心理学领域 都取得了 非常好的成绩 所以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 科学正念和冥想 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 其次 咱们来聊一聊 什么是 去正确 首先 咱们来看一下 正念这两个字 念 大家意思都知道了 我们刚刚讲过啊 是要觉察到的念头和想法 而正这个字才是重中之重 很多人都会把正理解为正确 所以就把正念呢 等同于正确的念头 但事实上啊 恰恰相反 正念是让我们放下 对于正确念头的执着 并且做到不批判自己大脑中涌现出来的任何思想和情绪 而正这个字 它代表的不是正确 而是正在 我们很容易下评判 不管是对自己 还是对别人 都有很强的主观异端 而正念 也是训练我们做到不批判的工具之一 不批判 指的就是 我们对内心 觉察到的哪一个念头 不要去急着定义它们 是好是坏 而应该用 包容 接纳 并且好奇的角度 去看待它们 也就是说 你脑海中此刻 当下的一个想法 不管它是什么 都不重要 我们要做的 就是去观察它 这就够了 我们千万不要去追求 一定要有正确的念头 甚至不用去 给我们当下的一些念头 下出任何的评判 或者是贴上任何的标签 我们不用对自己的念头 做任何的解释 只需要静静地观察它 察觉自己现在当下 有哪些念头 就可以了 最后 什么叫做开放式 很多人会觉得 正念嘛 就是要点根箱 眼睛一闭 盘着腿 坐上十几分钟 而且啊 很多人会默认 正念就是一定要 有一个引导练习在 才能过去做的 其实啊 这些都是对正念的误解 对于初学者来说 刚开始的时候 跟着一个视频 或者是音频 慢慢地闭上眼睛 去练习 是有好处的 但是啊 练习正念 绝对不仅仅 只有这一个办法 咱们不管在哪 不管是在家里 还是在公司 在房间 还是在自然里 带着手机 或者是没有带手机 都无所谓 只要咱们能够闭上眼睛 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观察自己的呼吸和念头 就够了 咱们练习正念 跟任何事都没有关系 只跟自己的注意力 和呼吸有关 所以啊 咱们千万不要 过度的依赖 音频制导 因为在这个练习当中 最重要的工作 都是你独自完成的 而且啊 静态地做着 一动不动 几十分钟 这种叫做 集中注意事 这只是正念练习的 一种方式 还有一种方式 叫做开放监控事 它是动态的 开放的 去觉察你身边 所看到的一切 感受到的一切 你可以在 行走的时候练习 洗澡的时候练习 吃饭的时候练习 听音乐的时候练习 都可以 之后啊 咱们的课程 也会给大家详细地介绍 如何去做到 开放式练习 那咱们 如何在生活当中 具体地去操作呢 首先 我们要选择一个 关注点 比如说 你的呼吸 你走路时候 脚底的触感 或者是吃饭的时候 食材的味道 这些东西啊 都可以帮助我们 练习正念 当然了 对于初学者的话 还是建议 先从呼吸开始 那正念呼吸的 具体练习 我会在后面的课程展开 这里呢 我要先告诉大家的是 正念呼吸 应该有哪些 注意事项 在开始正念呼吸之前呢 我们应该 尽量选择一个安静 并且不容易被打扰的地方 进行练习 时间上呢 我们一开始练习的时候 每天三分钟 就已经非常棒了 练习一周后啊 再慢慢地增加到 每天五分钟 过两周之后呢 可以每天练习十分钟 最后维持到 每天十到十五分钟 就非常好了 所以啊 一开始的时候 没有必要强求自己 练习很久 在练习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注意力 停留在我们的呼吸上 大家可以去关注 自己的呼吸 从鼻腔穿过 慢慢达到腹部的感觉 也可以单纯地 去数呼吸的次数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可能会出现 很多乱七八糟的想法 它们都会通通涌出来 比如说 啊 明天要交稿了 东西还没写 怎么办呢 哎 前天我跟小王说的话 是不是太过分了 我是不是应该 跟他打个电话 解释一下呢 等等 很多各种各样的念头 可能都会冒出来 但 没有关系 大家一定要知道啊 有这些念头的出现 是非常正常的 是一定会有的 当这些想法冒出来了之后 我们要做的 就是不带偏见的 看见这些念头 然后慢慢地 把注意力 带回到我们的呼吸上 最关键的是啊 千万不要对你 觉察到的任何念头 有任何的评判 比如 我们很容易 就有一个想法出来 马上评判自己 跟自己说 哎 我现在正在练习呢 你不可以出现 我不可以想 我不可以想 咱们啊 千万不要 对自己有这样子的评判 当你看见到 你的念头的时候 告诉自己 OK 我现在 有这些念头 我看见了 现在 我让自己把注意力收回来 回到呼吸上 这样 就够了 当然 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我们也会不自觉地去 对自己有一些评判 这个呢 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但 只要咱们 马上觉察到 并且意识到 啊 此刻 我在评判自己了 然后呢 再把注意力 拉回到呼吸上 就OK了 大家一定 一定要知道 分心 它并不代表 你停止了练习 练习的过程 本身 就是一个 丢失注意力 在找回注意力的过程 最后啊 要跟大家提醒的是 正念和任何心理学的方法 都一样 它并不是万灵药 不过呢 我还是会 非常的建议大家 以开放 和包容的心态 去尝试 如果你尝试着 去坚持 那么我相信 它会带给你的 情绪管理 工作效率 一个全面的提高 至少啊 也能够让你的心态 变得柔软 且坚韧 好 那现在 我们来布置一下 今天的课程作业 请大家 先跟我做一个 简单的内观练习 深呼吸 就像 在问你最喜欢的花一样 深深地吸一口气 将香味深深地吸到腹部 然后 像吹蜡烛一样 缓缓地吐出来 非常好 现在 我希望大家可以思考 这样几个问题 你来听这门课的初心 是什么 是出于一种 什么样子的感受 或者是忧虑 没有关系 不管你看到什么 想到什么 只用简单的 去看到它 就够了 记住 不要给它 任何的评判 这个答案呢 可能在之后的课程当中 也会逐渐地 发生变化 当然 如果是别人 比你来听课的 那咱们 就以一个 观察的态度 去看看 咱们会有一个 什么样子的 学习预期 如果 你是自发来学习的 那我也邀请你 保持你的好奇心 不要对你的感受 和需求 添加任何的评判 看见它们 然后 咱们一起 尽心学习 就够了 好 那今天的课程 就到这里 我是汪一宁 我们下节课 再见